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2019保協结出财务策划师大赛金奖得主 今年是我加入财务策划业的第十个年头 所以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是别具意义 也是过去十年在保協业付出的一个肯定 一向我都鼓励同时参加不同类型的业界比赛 今次Cheris能够得到2019保協结出财务策划师金奖 见证到她的专业认可和成长 真是替她开心 希望下一年能够见证到更多的同事得到专业的戒绩 亦都祝愿Cheris更上一层楼 参赛个案是我相识多年的好朋友 这位已婚的好朋友本身收入不算高 但他仍然要帮姐姐上卖债务 更加意外怀孕 分析过这位好朋友的家庭状况之后 我建议她与丈夫商量为儿子设立教育基金 由丈夫供款 儿子就是受保人 太太就是权益人和受益人 当有突发情况的时候 太太就有钱可以作为应急支用 因为保险正正就能够在突发情况里提供财政支持 同时我又为这位好朋友重新整理舊友的保单 令到他在人寿、退休和危险方面都持有一个安全网 在参赛过程里面 我感受到公司给我很大的支持 除了日常不同类型的专业培训之外 当在比赛上遇到疑难的时候 商学院的同事都会秒回解答 有时商学院的同事甚至比我更加紧张比赛的情况 记得在我晋身决赛的时候 商学院的同事隔日都会跟我练习汇报 商学院全方位支援 令到我能够在比赛上有充足的准备 自多年起 富卫已经积极参与保协的杰出财务策划师大赛 今年除了Cherrys以外 我们还有超过80位同事参加这个比赛 打破了历年的记录 当中有资深的同事 更加有一些年资上浅的同事参加 他们可以运用公司多元化的产品 加上有系统的理财规划指导 从而体验我们理财策划师的重要性 解决客户不少的问题 展望2020年更加多富卫的精英参加这个业界比赛 提升理财策划的水平 推动业界的成长 要成为优秀的财务策划师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 同理心和关怀都是相当重要 而这份工作也都令我能够聆听 每一位客户的故事 从中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 理财策划对于客户而言 就是美与筹谋 透过妥善的理财策划 迎接未来的转变 我喜欢这份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能够令我了解不同客户的故事 帮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